耶 要杀了牙医 而牙医 恰好想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他不紧不慢地告诉宗佑 自己会在宗佑的房间里 等他回来 宗佑这次彻底失控 他立刻打车前往考试院 而他昔日的兄弟小胖子也很讲义气 明知危险 却还是义无反顾地跟着宗佑 他们来到了考试院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他人及地狱第十集的内容 宗佑和小胖子来到考试院 进去前 宗佑拨通了女警的电话 他现在要去考试院 志恩被关在那 女警劝他冷静点 但宗佑根本没办法冷静 牙医想要的是他 他必须去解决这件事 女警担心宗佑遇到危险 准备前去支援 这时 同事告诉他 刀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是疑似失踪了310大叔的刀 现在广搜队已经不把大叔当失踪者了 而是当成了嫌疑人 可女警不相信 凶手会这么轻易地留下线索 他现在要去考试院 如果联系不上他的话 一定要来考试院找他 与此同时 宗佑踏入考试院 他叮嘱小胖子 要是感觉到危险就立刻出来 考试院格外安静 可宗佑却不敢松懈 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他小心翼翼地进入房间 电脑上有一行字 我在等着你 他继续出去寻找 而小胖子是留在房间里 宗佑找了一圈 没发现任何人 而此时 小胖子躺在床上昏昏欲睡 宗佑在桌子上 发现一瓶饮料 已经被小胖子喝完了 小胖子刚进入战场 就失去战斗力 这时外面传来玩球的声音 宗佑立刻关好门 一个人影从门前路过 宗佑的心都提到嗓子痒了 突然 手机从床上滑落 声音响彻考试院 人影又回到门前 宗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 突然门被砸了 宗佑惊恐万分 他尖叫的声音 让怪笑男和猥琐男 非常兴奋 怪笑男从门洞里 把手伸进来 打开门 宗佑壮着胆子问他们 志恩在哪 牙医出现 只要宗佑杀了小胖子 他就把志恩带来 说着便把宗佑 送给志恩的玩偶丢给他 宗佑眉头紧皱 他把目光转向小胖子 小胖子还没搞清状况 宗佑突然大吼一声 直接冲向那三人 牙医把宗佑拉到隔壁 但很久没这么兴奋过了 猥琐男和怪笑男负责小胖子 牙医和宗佑在狭窄的房间里搏斗 无论是个头还是体型 宗佑都不如牙医 牙医收拾他跟完一样 宗佑被丢出门外 他根本不是牙医的对手 牙医拖着宗佑向四楼走去 宗佑没住进考试院前 以为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地狱 极度的贫穷 觉得是负担的大哥 可怜的妈妈 当兵和大学生活 然而没想到考试院 才是真正的地狱 由他人创造的地狱 他还记得临走前 妈妈叮嘱他要慎重交友 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 宗佑从昏迷中清醒 他被绑在椅子上 志恩就躺在一旁 生死不知 牙医拿出牙齿手链 志恩的牙齿也在上面 宗佑的精神几乎崩溃 牙医告诉他 志恩并没有死 只是暂时睡着了而已 接下来要说的话 得好好听着 或许会觉得很有趣 他亲手把牙齿手链 带到宗佑的手腕上 他没打算杀宗佑 带上手链的那一刻 宗佑的表情变了 外面下起了雨 女警也终于赶到考试院 看着地上的血迹 他拿出电击枪 老板娘出现 他又开始演戏 女警问他宗佑在哪 他说宗佑还没回来 女警大声呼喊宗佑的名字 老板娘觉得很可笑 怪孝男想搞突然袭击 却被女警一枪击中 老板娘趁机冲上来 抓着女警的头向墙壁撞去 女警晕倒在地 而他的手机 已经拨通了同事的电话 怪孝男还在一旁抽抽 他被电得不轻 老板娘让他把女警搬到地下室 牙医在四楼 不想被打扰 警察估计一会就来了 老板娘会看着办的 怪孝男 把人送到地下室后 和猥琐男把车开走 女警从昏迷中清醒 昏暗的地下室里 失踪的三百一十大叔 就躺在一旁 他拼命挣扎 可根本正脱不了束缚 警察来考试院寻找女警 老板娘又开始演戏 说女警打完他就跑了 还嚷嚷着要去告女警 警察被打发走 没有搜查令 他们也无能为力 虽然暂时联系不上女警 但人有的时候 也会偶尔关下机吗 怪孝男开始在考试院铺汽油 他突然想起 这个时候 记者应该已经把事情 报到处去了吧 他搜了一下记者的名字 然而没想到记者竟然死了 另一边女警 还在地下室挣扎 他找到一个玻璃碎片 终于看到希望了 这时 猥琐男正准备前往地下室 女警立刻加快速度 猥琐男发现女警倒在地上 他很久都没这么兴奋过了 女警趁机偷袭猥琐男 可他下手太轻 还没逃走 就被猥琐男拽了回来 愤怒的猥琐男一拳 把女警打晕 而这时 老板娘端着一锅开水 来到地下室 看到猥琐男 又动他东西 他一气之下 把开水泼向猥琐男 女警毁了他一只眼睛 老板娘毁了他另一只 失去视觉的 猥琐男慌乱地挥舞着 手中的刀 老板娘不费吹灰之力 就把他解决 他说过 不喜欢别人碰他东西 猥琐男 就这样惨死地下室 老板娘来到三楼 牙医也在这里 是时候收拾残局 准备撤离了 牙医让他去看看宗佑 老板娘准备去四楼 而牙医却告诉他人不在四楼 在三楼厨房 老板娘来到厨房 可这里并没有人 他意识到被耍了 牙医这小子背叛了他 他在厨房拿了把刀 准备找牙医算账 他辛辛苦苦把牙医养大 而牙医却不识好歹 老板娘突然被拉进房间 瞬间被牙医解决 老板娘很后悔 早该把他杀了的 继维索男之后 老板娘也一命呜呼 女警逐渐从昏迷中醒来 怪孝男来到三楼 老板娘死了 哥哥也死了 他必须做出反击 现在轮到牙医了 他在天台找到牙医 牙医知道他想干嘛 不过还是躲闪不及 中了怪孝男一刀 怪孝男奸计得逞 刚松懈下来 就被牙医一刀划破喉咙 继维索男和老板娘之后 怪孝男也撒手人寰 另一面棕又正托束缚 女警也终于清醒 360大叔不省人事 地下室的门被锁着 恐惧和绝望 让女警几乎崩溃 而这时 女警终于找到了救命稻草 他捡起地上的扳手 然后把猥琐男的腿拉过来 只要摧毁电子脚铐 警方就会立刻出警 这是他唯一的活路 警方接到通知 医殿考试院的 猥琐男电子脚铐损坏 他们立刻前去查看 与此同时 棕又和牙医再次相见 牙医问他现在是不是很兴奋 想杀就杀 为所欲为 棕又确实很兴奋 他要杀了牙医 考试院最后一战终于开始 可棕又还是打不过牙医 他被牙医全面压制 棕又偷偷拿了把剪刀 可即使这样 他依然不是牙医的对手 然而没想到 棕又竟然无意中 划破牙医的喉咙 他终于反败为胜 他质问牙医 这样做到底为了什么 而牙医却说 能为了什么 人不就是这样吗 本能的欺负弱者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但棕又不同意他的观点 人就算再坏 也不会像牙医这样 而牙医却说 事实并非如此 刚刚那些人死的时候 棕又也很开心 棕又相信 只要牙医死了 这痛苦的地狱就会结束 而牙医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你是我迄今为止 最完美的作品 干掉牙医后 棕又也精疲力尽 这时警方终于赶到 女警被救了出来 考试院的是 终于落下帷幕 牙科临时停业 在号的公司也原地解散 考试院很快就上了新闻 牙医一伙人和老板娘 二十年前在保育院相遇 从此走上犯罪的道路 犯下无数罪行 广搜队接手此事 他们对310大叔进行审问 由于大叔伤得比较重 还不能说话 他们拿出一堆照片 那大叔指认 是谁想杀他 神秘人 怪孝男 猥琐男 老板娘 牙医 就是这些人想杀他 唯独宗佑被排除在外 广搜对向宗佑的同事 询问他的情况 宗佑沉默寡言 就是酒后会耍酒疯 刚来公司的时候 挺开朗的 后来脸色就渐渐变了 总是一个人留下来加班 给人一种不想回家的感觉 他说过不想回考试院 再好偶尔提起考试院的话 宗佑的反应也很激烈 有一次记者跟他在办公室单独聊过 记者说他有点恐怖 很平淡地说着杀人魔的事 殴打小黑的时候也很可怕 小黑还说宗佑就是个疯子 女警是接到宗佑的电话 才去了考试院 宗佑说志恩被牙医绑架了 进去之前给他打的电话 关于在浩和记者的案件 广搜队把宗佑当嫌疑人调查过 但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 宗佑本人说他杀了牙医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属于正当防卫 目前看来猥琐男是被老板娘杀的 老板娘和怪笑男是被牙医杀掉 从现场找到的证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之前的别墅案件估计也是这帮人干的 老板娘杀猥琐男时 女警在场 虽然晕了过去 但她听到声音了 女警去找志恩 有件事她想问清楚 宗佑在四楼杀了牙医 当时志恩也在四楼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什么 志恩也记不太清了 只记得宗佑一直在嘀咕什么 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 宗佑掐住自己的脖子说救救我 然后又突然指着空气说 你去死吧 然而志恩却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女警 她说自己想不起来了 女警却看望宗佑 现场证据和310大叔的证词都对宗佑有利 基本上可以断定宗佑是正当防卫 而宗佑却看着不远处的孩子问女警 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呢 女警说孩子们很可爱 宗佑问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女警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她无法给善恶下定义 临走前 女警问她那天考试院到底发生什么 人真的都是牙医杀的吗 她之所以会这么问 至于广搜队的人曾说过 这次跟别墅案件有点不同 别墅案件的凶手水平很高 给人的感觉是在享受杀人 干净 利索 而考试院这次就像是个新手 人已经死了 还继续用刀筒 继续殴打 像是一个人所为 宗佑好像不愿提起此事 她并没有回答女警 女警突然想起 宗佑的书还在她包里 她回到医院去给宗佑送书 突然牙医出现在电梯里 女警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她走到了病房里 把书还给了宗佑 却没想一扭头就看见了宗佑手上戴着的牙齿项链 她一下子就愣着了 老板娘在杀为所难的时候 女警听到了一些声音 而那个声音就是牙齿手链发出来的 她突然间想起广缩队说过的话 考试院的案子 像是新手做的 人都死了还不停手 这像是一个人所为 女警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考试院的人都是宗佑所杀 所以牙医才说 宗佑是自己最棒的作品 女警不敢相信 她一个人默默地离开 而在她不知道的地方 有一个人在窥探着她 宗佑仍在继续自己的创作 牙医把手链交给宗佑的时候说过 去把外面的人全杀掉 也就是说 在宗佑戴上那个牙齿手链之后 就开始黑化了 而宗佑的屏幕上写满了句子 等宗佑杀完所有人之后 牙医就表示 她跟宗佑早已不分彼此 会一直在一起 宗佑在被送上救护车时 还曾看到过牙医 医院里牙医的脸 在宗佑脸上不断闪现 宗佑露出久违的笑容 她永远是牙医的亲爱的 好了 这部他人急地狱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话就来个三连吧 拿来吧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